歼20和歼31谁才是下一代舰载战斗机?终于传出好消息! 据报道,日前国产航母终于迎来了出海试航的时间节点,作为中国第二艘航空母舰,002型航母的战斗力毫无疑问要超过辽宁舰, 包括载机数量、雷达指挥系统等方面都有不小提升,而对于航母而言,舰载机无疑是最核心的装备,肩负15是中国第一代海军固定翼舰载战斗机,该机是中国在苏负33前身T10K原型机的基础上研制而来,可以说是苏负33舰载战斗机的姊妹机。 肩负15虽然和苏负33外形类似,但是整体性能有比较大的进步。 然而,有观点认为,肩负15战斗机面临一个非常严苛的问题,那就是刚刚服已就面临落后的风险。 肩负15战斗机本来是一款强大的战斗机,其在面对FA-18或阵风-M舰载机时,都有一定的性能优势。 只落后于美海军新一代F-35C型舰载机,F-35作为一款五代机,其引伸性能非常突出。 肩负15装备的多普勒雷达无法在第一时间发现F-35战斗机,而F-35战斗机装备的雷达却可以轻易发现肩负15。 而且F-35战斗机可以装备AIM-120D远程空空导弹,可以在100公里外对肩负15发动打击。 直到肩负15战斗机和F-35战斗机在试剧内作战的时候,肩负15才有将其击落的可能,但在实战中这种情况非常罕见。 因此,未来中国航母需要更强大的第五代战斗机作为其舰载机,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 而近日中国著名军事专家尹卓表示,未来有很大几率让肩负20战斗机登上航母作为舰载机,这是中国舰载战斗机的发展方向,肩负20如果上舰的话,毫无疑问相对肩负15有不小的优势。 由于肩负20采用三角翼设计,这让肩负20战斗机不必专门设计客车别注意,只需要在甲板烧停放时,三角翼互补,可以占据最小的面积容纳更多战机。 此外,肩负20战斗机的压抑布局有利于舰载机在短距离提速起飞,而且肩负20由于使用压式布局,在起飞时所需要的出速度要小于没有压抑的战斗机,这样可以降低弹射器的负担,也让肩负20可以装备更多的燃料和武器。 军事专家表示,中国未来将发展采用电磁弹射器的大型航母,终极目标是发展大型核动力航母,可以说必须要寻找性能更先进的第五代引擎舰载机,才能和先进的航母平台相匹配。 而肩负20战机相比肩负31而言有太多优势,虽然有传言认为肩负31将是未来海军舰载机,但是少将尹卓已经一锤定音,中国未来需要的是重型舰载机,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航母的作战能力。 而肩负20战机就是最好的选择。